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我們一齊首先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廣東元朗地區 以致南海北部 都現在有一些薄薄的雲塵覆蓋住 我們在太平山望向九龍 都看到昨晚到今早 都有一些雲塵覆蓋住 不過我們現在始終受著比較乾燥的 東北國有風影響 日間都會預計見到一些陽光 我們一齊看看受乾燥的東北國有風影響 早上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介乎17至19度 這天氣來說 早晚感覺都比較涼 早出晚歸的朋友 都要帶多一件外套穩陣 我們再看看 其實現在都是吹著普遍比較乾的偏東風 早上大部份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在75度左右 我們預計日間的相對濕度 再會較為下降 所以今天來說 整體都是比較乾爽的天氣 仔細看看今天天氣預測 預計會大致多雲 而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亦是天氣比較乾燥 最高氣溫預計上升至23度 吹和喚至清靜的偏東風 未來幾天天氣又是怎樣呢 一起看雲和雨的預報圖 香港這個位置 白色和藍色是比較多雲 以及有雨的天氣 我們看到 元朗地區未來幾天 都開始多雲 以及有些雨區影響著元朗地區 因為一度低壓吵 會在未來幾天 都影響著我們廣東元朗地區 亦為我們帶來趙雨的天氣 所以我們只望 未來的兩三天 都有幾陣的趙雨 因為受低壓吵的影響 而去到本週後期 可以看到溫度又上升了 亦是一些有霧的天氣 因為到時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性氣流 開始在本週後期影響著我們 所以我們預計本週後期 都會是一些比較潮濕有霧的天氣 今節天氣先說到這裡 再見